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正念何以重要?》当中的第二章 《正念解决之道》 一个问题还是多个问题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不断在证明 正念的确能改变大脑的功能和结构 但为什么它能够应对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日常问题 这简直难以想象 有没有可能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呢? 在20世纪70年代 当我开始接受训练想要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那一时期 我们的诊断体系相对简单 大多数患者的问题似乎也就是那几种不同的诊断结果中的一种 如焦虑、抑郁、药物滥用 在相对少见的一些情况下 还有可能是像精神分裂症或造狂抑郁症 这样一些更加严重的精神疾病 用于支持各种不同治疗法的实验证据也相对比较贫乏 所以我们的教授和督导都是通过他们自己所接受的训练 以及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所积累的各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来教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技术 多年以后 精神健康领域方面的研究有了爆破时的增长 越来越多 化肥更为细致的诊断体系得以建立 这些诊断体系被设计用来帮助我们确认不同的病人 分别适用于什么样不同的治疗法 诊断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造成了更多这样的可能性 一个特定的病人有可能被诊断为一种以上的症状 诊断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造成了更多这样的可能性 一个特定的病人有可能被诊断为一种以上的症状 当然正在进一步完善诊断体系的那些研究者 遭遇到了一个让他们两难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两个派别之间的一场政治争斗 细分派认为 我们的诊断体系还不足够细致 还会将苹果与橘子混为一坛 因此诊断体系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检验各种新的药物和治疗法 结合派则认为 我们现在已经迷失方向 我们如此迷信各种标签 以至于我们不再能理解隐藏于人类情感痛苦之下的那些共同因素 大多数临床治疗师倾向于结合派的观点 而多数研究领域的工作人员则属于细分派阵营 结合派所声称的不同形式的心理痛苦的确存在某些共同因素 这个观点事实上已经得到了研究证明 而这个共同要素既简单又出乎意料 逃避体验 结合派认为 我们的大多数心理痛苦来源于我们企图逃避心理痛苦的结果 事实上 我们为了逃避痛苦而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所做的某些事情 正是造成我们心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将这种逃避称之为逃避体验 它包括我们为了阻挡逃避否认消除或摆脱一切不适感而做的每件事情 当然 如果能够选择的话 我们中大多数人会选择去做那些 我们认为会让我们获得更好感受的事情 而不会去选择它的对立面 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 毕竟 这正是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快乐原则的本质 但问题是 从长远看来 很多能够让我们在短期内获得良好感受的事情 却会对我们的感受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潜水员法 在逃避体验这个术语被使用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的一个朋友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应对生活的潜水员法 早期的潜水员都会穿上厚重的潜水服 戴着一顶大大的钢制潜水头盔 用来隔离冰冷的海水 类似于潜水员 我们也会将自己 同有可能会对我们形成干扰的每一样东西隔离开来 并且会以很多 会以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这样做 妈妈的小帮手 读一下书下面的解释 妈妈的小帮手是指美国一些母亲在饮酒时 如果被孩子质问被装为何物时 他们会说这是妈妈的小帮手 我们很多人会应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疗自己的不适感 当然酒精是很受欢迎的一种选择 即使是一般情况下 出于社交应酬喝上两口的行为 也涉及应用酒精来放松或助性的用途 我们不仅仅是因为酒的味道好 才来喝它的 尽管人类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 试图改善这种很特殊的药物的口味 其实对它的精神药理效果更感兴趣 尤其是酒精能够抚慰焦虑和紧张情绪 能够缓解悲伤挫折和愤怒感 有一些像咖啡因这样比较缓和的药品 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只要能够得到它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不再认为它是药品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或非法途径获得的 能够改变自己思想感受的药品或毒品 制药企业在推荐这些药物 毒贩也在贩卖这些毒品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让我们摆脱不快乐的感受 去寻求某种更快乐的状态 他们都同阻断我们不舒适的思想或情感有关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过量自我用药的危害 药物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干扰到我们能力的发挥 可能会扰乱我们的生活 这样又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些痛苦的情感 我们接下来又不得不使用更多的药物来缓解他们 而在有的情况下 依赖于药物会让我们无法变得更加成熟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由于我们总是会去求助于药物 这样就让我们永远都无法学会有效应对情感问题的方法 我们会在第九章中谈论如何应用正年练习来应对酒精 药物以及相关问题 分心的快乐 很多我们用来获得良好感受的药物 其实都不是化学之际 我们之所以会离不开这样或那样的东西 是因为他们能帮助我们从不快乐的思想或感受中分心 从而得到解脱 美国劳工统计局收集了人们在工作和休闲时间内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的资料 你想不想猜一下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休闲活动是什么 我们大多数人只要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就能够猜到这个答案 看电视 那么现在再来猜一下第二受欢迎的非工作时间的活动又是什么 就现代生活而言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应该是上网 事实上上网只是这第二种最受欢迎的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答案是购物 我们很幸运能够生活在一个可以将我们所喜爱的各种行为 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中 当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过一段时间便有点什么想法 会想到在购物时去买点什么东西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 肥胖 导致肥胖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我们为了寻求舒适而花了过多时间坐在电视机旁 部分也因为我们用大量的时间通过食物来安慰自己 让自己获得舒适感 几乎每个人都会通过吃来抚慰自己 至少有时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将自己的各种不良行为结合在一起 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 或者一边购物 一边吃 就像使用很多药物一样 过一段时间后 我们往往就会对自己所使用的分心手段产生抗药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大的计量才能保持住以前的效果 我记得在我年幼时 有一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位名叫佩里·梅森的律师的故事 他通过调查各种案件来揭示隐藏的真相 如果你年龄太小 记不得有这样一部电视剧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于法律与秩序 法律与秩序是美国NBC电视台播出的著名犯罪剧集 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佩里·梅森中 当剧情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时 观众会看到有一只拿着枪的手 接下来枪响了 砰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硬生倒下的人 也没有见到鲜血躺出来 整个场景都发生在一块小小的黑白两色的电视机屏幕上 然而在当时 这样的紧张场景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往往会习惯于某种特定程度的刺激感 因此就需要有越来越刺激的东西 才能使我们从自己的思想状态中解脱出来 所以佩里·梅森不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 现在如果我们看的是法律与秩序 可怕事件 这部电视剧 就算我们会看到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杀害并分尸 并且他的兄弟姐妹还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但我们还是会想 又是一个变态杀人狂残害孩子的故事 到底还有没有比这更有趣的情节会出现 与此相似的是 我们还有一种能够将多种娱乐活动同时进行的行为倾向 在散步时听iPod 在看电视的同时又在使用笔记本电脑 这就说明我们会不断的想方设法 通过增强音量刺激来逃避单纯 陷入自己思想与情感的状态 我并不是想证明看电视 听MP3 购物或吃零食有任何根本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能以正念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活动的话 你或许会发现 至少你会时不时的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从某件不愉快的事件中分离出来 我们有时会将那些受自己排斥的情感称为无聊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词 它定义了某种我们很难清楚界定的不愉快情绪 然而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心情愉快的坐在海滩上看目光下的日落时 这种体验和你觉得无聊的那种懒得动弹的感觉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你可能会发现无聊中包含了不安宁 烦躁焦虑悲哀或其他不受欢迎的情绪 我们为了获得良好感受而去做的那些事情 常常是被设计用来 让我们可以从这类隐藏的情绪中获得解脱 自我禁锢 经验逃避所制造的麻烦还不仅仅是促使我们使用酒精与药物 无节制的看电视购物或吃零食 当我们无法摆脱焦虑抑郁慢性疼痛以及其他形式的烦恼与痛苦时 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经验逃避 就担忧或焦虑这个方面而言 在我们试图避开我们害怕会让自己感到更加焦虑的那些活动时 这种经验逃避就会限制住我们的生活 由于害怕参加舞会 可能会让自己感到尴尬而独自待在家中的这样一个害羞的年轻人 最终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胆小更加孤僻 因为害怕乘飞机而专门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坐火车 去参加会议的这样一个人以后只会更加排斥飞机 在我们试图逃避悲伤愤怒或其他有可能侵扰我们的情绪时 这种行为产生的压抑感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 我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毫无生气 可能会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相隔绝 一个从来不愿意与别人争论的老好人 在同事没有善待他时便会在工作中感到烦恼 回到家时又感到烦躁 从来不让自己哭出来的硬汉 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后 会因为为什么自己会对生活失去兴趣而困惑 在我们试图阻隔不愉快的情绪 试图限制住自己的活动以便获得更好的感受时 慢性头痛、背痛、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当某一方引发了一个问题 而另一方试图去逃避这个问题时 就会形成不少导致冲突的矛盾 体验逃避具有一种悖论式的后果 就像我们小时候所玩的中国手铐一样 我们越是努力想从自己所陷入的麻烦中解脱出来 就会被靠得越紧 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为了缓解痛苦而做的那么多次努力 却常常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尽管这样的做法从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 在本书第二部分 我们将会看到逃避是如何让我们陷入了心理和身体的困扰之中 以及正念修行将会如何帮助我们有效应对这些困惑 正念练习能够有效应对那么多不同问题的原因在于 经验逃避在所有这些问题中都发挥着作用 而正念则是应对它的解药 学会与自己的体验共处 当练习正念禅修时 我们所练习的是如何与发生在当下的一切事物共处 而不必做任何事情试图来改变或逃避它们 我们专注于事物的实际状态 而并不关心我们想让它们变得怎么样 这就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来应对不舒适感的方法 我们并没有试图来驱赶它们 只是努力在增强自己承受它们的能力 我们应对事物的能力 或者说是忍受自己感受的能力是非常不稳定的 现在来想象一下 你患上了重感冒 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当你一大早昏昏沉沉地醒了过来 鼻塞又让你感到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你还要准备去工作或去上学 外面下着雨 漫长的一天在等待着你 因为你的动作很慢 所以你很可能会迟到 在要出家门时 你和丈夫或妻子又因为某件事吵了起来 在你开车途中 你听到碰的一声 于是意识到自己的车胎爆了 这个时候 你觉得自己的感受如何 我的忍受力已经到了极限 现在 你重新来想象另外一个不同的日子 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好 吃得好 吃得好 睡得好 自己还在积极锻炼身体 一大早醒来 你就觉得自己精力充沛 并且世外也阳光明媚 今天的工作相对也很轻松 你有足够的时间 不用担心会迟到 在要出家门时 你和丈夫或妻子愉快地告别 言语间充满亲密感 在驾驶途中 有一个司机闯了红灯 并撞上你的车 你被吓了一跳 但当你看到 仅仅是撞坏了一些金属或塑料部件时 你总算放下了心 你和那个司机交换了双方的证件 车仍然可以开 所以你决定下午再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在这两个例子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在第一个例子中的那天 你遭遇到的是爆胎 问题的严重程度相对较低 但你的承受能力却非常有限 你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 在第二个例子中的那天 你所遭遇到的是撞车事故 其问题严重程度比前者要高很多 但你的承受能力也比前者强很多 因此这件事根本就不足以让你崩溃 这些例子表明 同幸福感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 在于我们承受不同严重程度的感受的能力 在正念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改变了自己同负面感受之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试图去逃避这些感受 相反 我们迎着它们而去 在一段时间后 这些难以对付的感受会变得更加容易承受 我们也不再那么容易被它们压垮 这个原则将会指导我们应用正念修行 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听上去是不是很不错 有没有准备好来进行这项练习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作为你进行这项练习的开端 非常优优独播剧场